山东省连续多日遭遇暴雨袭击 多地被淹 济南的降雨量相当于大约700个大明湖的水量 7月7号 网上视频显示 淋沪多个闸坝泄洪 导致淋沪市城区一片汪洋 不仅街道被淹没 汽车被困水中 机场也被淹没 民众只能游泳进入机场大厅 而济宁四水线更是洪水泛滥 加上当地水坝溃堤 村庄被淹 许多车辆被冲走 当局只称转移2400人 但民众披露 有人被洪水卷走 真实伤亡情况不明 与此同时 湖南洞庭湖决堤险情依然严峻 洞庭湖第二道防线也出现管涌现象 民众披露 第一道防线溃堤后 岳阳市华融县整个团州乡被淹 损伤惨重 当局救灾不利 却极力封锁消息 这次洞庭湖绝口 灾民谴责当局封堵绝口 竟然采用沙子 导致险情愈演愈烈 最后使民众遭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雄斌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